火蛇浓烟从民宅二楼窜出 消防队拉水线灌旧 在二楼的屋主大儿子逃出火场 25号晚上8点多 台中大理这处偷天民宅发生火警 江姓屋主当时外出 只有大儿子在家 离长第一时间 拿灭火器阻止延烧 消防队在四十分钟内扑灭火势 隔壁一位七十多岁江老先生 过程中一度帮忙拿梯子救人 后来他到对面观看火势 却突然倒地 老先生有心脏病史 送医急救不治 刺激人前往慰问家属 及火灾受灾户 受灾的江女士 哥哥也是刺激人 这是我们大家的法亲 还有我们的好邻居 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过来关怀 是不是需要我们来协助他们 消防队采集火场激震 将进一步调查起火原因 大海新闻张国端国际宗 台中报道 没有东西吃 有关系统 我们下期待